反正的国际駭客组织匿名者亚洲支部 5号凌晨12点50分攻击证交所网站 并po出截图 强调匿名者有能力攻击政府名声系统网站 虽然证交所官网在早上立刻恢复正常 但匿名者宣战也成为台股5号盘前股民关心话题 基本上我们券商在每天开盘之前 我们会同步启动那个备缘系统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那直接单会从备缘系统输入交易所 一般北中南区都会配置两套主机系统 营业员就强调 其实券商都有备缘系统相互支援 证交所盘中也赶紧发布新闻稿表示 8月5号凌晨证交所全球资讯网的确有遭受骇客攻击 但各项资讯服务随即恢复正常运作 虽然证交所证实在官网部分有受到骇客攻击 但根据了解证交所官网跟交易系统 是完全分开的两套电脑主机 交易系统更有两套电脑主机相互支援 目前没有发现遭到入侵迹象 空调风扇双重降温 这里就是证交所备源中心 室内比篮球场还要大 放的正是最高端伺服器 而这套备源主机甚至可以抵挡7级强阵 其实2013年国际证券监察组织 与世界证券交易所联合会 就曾经调查2012年 由约53%的证交所遭到网络攻击 所信并未发现有金融犯罪情况 台湾证交所内部也有相关部门 防止网络犯罪 就是要全力支持台股正常交易 记者陈玉智李思景台北报道 企划区全能�로退ять 划区全能助